原山望龙脾因为偶像剧在这边取景而爆红 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 下午也来到了望龙脾已经走步道 并也拜访当地的餐饮业者品尝宜兰菜 同时也关心宜兰观光以及影视文化的发展 因为偶像剧的取景带起原山望龙脾的知名度 现在已经成为县内知名景点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来到望龙脾 拜访当地餐饮业者 也了解宜兰观光与影视文化的发展 宜兰的观光不需要大批的人来 是一个比较好的意思 文化观光大家好像看到是好山好水就可以观光 实际上是不然的 它必须要很多人文的要素要注入 必须要很多周边的设施要具备 或者当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这个场所开始会爆掉 爆掉之后设施品质开始会低落 一段时间其实人潮就开始变少了 像在伊兰有不少地方都是这样 老实说我们很希望在台湾去 在伊兰这边我们会好好去做我们的创作 可是有时候碍于预算 老实说这个在中国大陆可能是 价格是一样 但是它的对应跟我们就不一样 我们是挺能力的 这个就是也会担忧我们之后的下一代 我们的从事这种艺术产业的人 这个对于这个我们自己在地的地方的 一个情的部分会慢慢会减少 朱立伦在了解有关望龙皮的观光 与发展影视的现况之后 认为未来可以开发国际观光客 来平均平日与假日的游客数 因为一般现在假日的话 车子真的蛮塞的 所以一般其实像一般的客人 像台北比较养生 他们平常比较注重一些部外活动的话 他们都是会平常日来 另外一点你们可以希望能够代替国际观光客 因为国际观光客最大的一个好处 它是不用周末来的 它到礼拜一到礼拜四礼拜五都可以 像我们现在九份三层那边的观光 观光客跟大陆观光客都是安排在 这个周末平日 那假日尽量不请他们不要过来 这样就可以平均 那假日专门跟对国人 来到宜兰朱立伦也品尝高渣 相当称赞宜兰美食风味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从不到 谢谢 宜兰菜味道怎么样 好吃 吃吃吃 吃吃 吃吃